这个颜色真的是太美了 连刷漆师傅都说没有刷过这样的颜色 它叫水车浅白 是一种泛着淡绿的白色 八万搞定别说硬装 今天终于到了刷漆的环节了 这就是我们选的漆啦 都是A家系列的 这个是本草妙想A家 这个是纯净A家 我俩的相处方式就是这样的 一人一半 二楼的卫生间他决定 三楼的卫生间我决定 跟刷漆师傅确定好漆之后就开工啦 先做底漆再做面漆 这一次呢我们选的是喷涂的方式 要比师傅用滚筒手刷更节省工费 而且呢施工时间也会大大缩短 主要的是可以把我们原先脏脏旧旧的灰色窗框 喷成跟墙面漆一样的颜色 省得我们之后再改造了 这个淡淡的那种绿白 哇我觉得好好看啊这颜色 六百方第一天喷涂底漆 第二天喷涂面漆 喷上去的那一刹那 就觉得哇好好看 这颜色咋 挺好看啊 其实我们一开始考虑的是白漆 后来用了这个色觉得太惊艳了 它在光线特别好的时候 没有白色对比的时候就是白色的 但是在暗的地方它又发着一点淡绿色 在没灯的情况下 它的表现力就这么好了 在有灯的情况下 哇好小清新的感觉啊 别光顾着看楼梯了呀 快看看左边这个二楼的卫生间 雪橇灰真的超美 三楼的这个蓝石莲子真的太好看了 真的很漂亮 等我们最后保洁的时候 把窗户打理干净 颜色应该会更加好看的 接下来就该做地面了 期待一下吧 记得点赞收藏关注哦